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比特幣再繼續跌的話 我要投降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比特幣的capitulation capitulation中文就是投降式的拋售 關於capitulation其實分為兩種 一種是short term的 一種是long term的 你也可以說一種是暴跌的投降式拋售 另外一種是時間的投降式拋售 關於不同的capitulation 我在過去的影片當中 應該跟大家聊到過兩次還是三次吧 這個東西雖然不是我們節目的主題 就是不是我們頻道常常聊到的一件事情 但時不時每過幾個月一年 我們都還是會聊一下關於capitulation的種類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主題 就是投降性的拋售分為兩種 一種是這種短期很暴力的碟 另外一種是長期的時間的投降性拋售 我們一開始先講一下 短期的投降式拋售 什麼是短期的投降式拋售 就是比特幣發生這種很短時間跌很多這種情況 那例如這個在上週發生了 比特幣從65000多的位置 跌到這個49000多的位置 大概只花了短短的三天 三天跌了25% 那關於三天跌25% 對於一些在市場當中 以及有四五年經驗的投資者 可能會覺得三天跌25%沒有說到非常的可怕 因為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比特幣其實多次發生一天就跌30幾% 但是現在比特幣的市值慢慢在增加 慢慢在茁壯 所以這個市值越大 這個波動通常來講都會越低 像上週這種情況 就是短短三天跌25% 我覺得就像是短期的capitulation 就是短期的投降性拋售 這種暴跌的方式讓你投降 像這種短期在很短的時間內暴跌 一般來講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暴跌 是相對來說比較好接受 比較好承擔的 這個怎麼說 就在這種暴跌的時刻 我們只要知道我們要做的是對的事情 就是在暴跌比特幣再跌到5萬以內 當時是很快一個小時跌了很多 在暴跌恐慌的時刻 我們只要勇敢起來 在對的地方接住比特幣的話 通常這種短期的暴跌 都會迎來一個短期快速的反彈 就像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從底部拉回頂部 其實只花了三天的時間 就漲了28% 沒錯就是三天跌了25% 然後又花了三天又漲了28% 從49000多漲到62000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種價錢波動 造成的投降性拋售 是比較好承擔的 另外一種就是時間的投降性拋售 關於時間的這種投降性拋售 就是比較痛苦的事情 我們在過去的歷史 我們就回到比特幣過去幾年的走勢 在比特幣進入熊市之後 你可以說這整個區間 都可以算是投降性拋售的區間 這段時間一共是花了500多天 所以如果你是在這邊買比特幣的 31000多 3萬左右這邊買比特幣 你認為這邊是一個很強的支撐 但是下一次比特幣再次漲穿 31000多的時候 已經是537天以後的事情 在這整個下跌過程 跟橫盤震盪的過程 是非常痛苦的 我個人認為這種時間的投降性拋售 也是比較難熬的 這個怎麼說 如果今天你在3萬多這裡 然後DCA比特幣 最低的時候 我們就說跌到25000多 在這邊DCA 然後結果BOOM 比特幣一下跌到2萬多 你可能在2萬多 這邊再DCA 然後漲上去了25000多 你覺得很爽 因為在2萬多接到一些 但是之後就繼續往下跌 跌到18000 然後你又在1萬半這邊接 然後漲回2萬 然後最後跌到15000多 那在第三次跌到15000多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崩潰了 因為這一段時間 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如果我們要來算一下的話 假如說你在3萬多這邊買的話 那到跌到15000多 其實是180多天的時間 也是半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你有辦法想像 當時在市場當中的投資者 就是經歷了3萬多DCA 然後到2萬多DCA 反彈到2萬5 然後再跌去2萬 然後再跌到1萬5 這整個過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這種時間的投降性拋售 我認為是讓大部分投資者 離開市場最大的原因 因為你有辦法想像 你3萬買 跌到2萬 然後漲回2萬5 然後你認為這個決定不錯 然後後來他又跌到更低的位置 然後到最後跌到1萬5 那在1萬5這邊的時候 你的資產平均可能都已經虧損 有一個可能30-40%了吧 那很多人就會因為這樣子 就在1萬5這邊 就已經不打算買了 所以這種時間的投降性拋售 是會比較痛苦的 那你甚至可以說 最近比特幣在6萬以上的位置 就是漲到7萬4 那7萬4到現在 也已經過去了150幾天了 你也可以說是將近半年的時間了吧 那在這半年的時間 比特幣基本上就是在橫盤震盪 那如果今天你持有的 是一個比較短期的思維 那你可能會看到 比特幣漲到7萬4 然後他第一次回調到6萬的時候 你會在這邊低時也覺得很爽 然後他後來漲上去 漲到7萬後你就覺得 哇賺翻啦要去10萬啦 結果在這裡一點都沒賣 然後比特幣又去到一個更低的地方 去到這個5萬8的地方 那你可能覺得 那5萬8這邊你再接一些吧 然後後來漲到7萬這邊你又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又沒賣的話 再繼續往下跌 那下一次就跌到5萬3 5萬4的這個區間 那最後一次就跌到 這個49000到51的這個區間 所以在這整個半年的時間裡面 這個比特幣其實一直在創出一個 更低的高點跟更低的低點 因為這個一個高點是比一個高點來的更低 一個低點是比一個低點要來的更低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半年的時間 其實是蠻難熬的 那這半年的時間就是所謂的Time Capitulation 就是時間的投降性拋售 但對於一個真正長期的投資者 這種時候其實才是給我們最佳的機會 那這點要怎麼說 我們就回到上一輪牛市的低點 我們就說牛市低點這個地方 15000多的這個地方 那當時發生的時間 其實只有短短一個月左右 所以你要在15000 16000買到比特幣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有多困難 我們其實可以回到當時看一下 跌到15000多 其實只有短短的幾天 在這邊有發生過兩三天 這邊有發生過兩三天 所以在整個循環 整個上一輪熊市兩年多的時間裡面 你能夠買到15000多的比特幣 只有五天的機會 所以在投資市場裡面 永遠不要抱有一個 你可以買到最低點 然後可以賣在最高點 這樣子一個天真的思維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在相對低位的地方 DCA買比特幣 我認為在比特幣3萬以內 都是非常非常好DCA的區間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比特幣在3萬以內的時候 你都是定期定額的投在比特幣上 那在3萬以內的時間 一共是530天 那你可能在這個地方買 在這個地方買 就是每個地方都有買一點點 那這個3萬以下的比特幣 你平均的買價 我們就說可能27000好了 27K 那27K的這個平均購價 在比特幣現在6萬左右 那甚至之前到7萬多 其實也都是翻倍了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收益 那這500多天的時間 也是足夠讓你DCA 囤到一個健康的這個倉位 那今天如果你要問我說 Derek你有買在最低點嗎 我的確是有買到一些 15000多塊的比特幣 但是那個倉位 跟我的這個總資產比起來 是極小的 甚至連1%都不到 那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投資市場裡面 永遠都要想著買最低點 基本上就說明了 你在投資上面永遠都賺不到錢 因為真正好的投資者 他們要看的東西 是在一個資產相對低位的時候 DCA平均的買入 然後在這個資產相對高位的時候 DCA賣出 然後這樣子就會在幾個循環之後 就會越來越有錢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說 我跟大家很快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就說這個比特幣最後 我們就說會漲到25萬好了 我們就說下一輪的牛市高點 會落在25萬 就是這個左右的附近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25萬 只是我們猜了一個金額 那任何沒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比特幣現在在5萬6萬7萬這個區間 那我們要採取的策略 可能就是在相對可能是高點的地方 我們就說在12萬吧 12萬到25萬這個區間 就是我們DCA套利的區間 所以今天比特幣在5萬6萬多 漲到12萬之後 就開始漸漸的在12萬以上的地方 DCA套利賣一些 它如果漲到15萬就再賣一些 跌到13萬再賣一些 然後漲到17萬賣一些 漲到18萬賣一些 最後可能跌到16萬再賣一些 最後漲到21萬賣一些 26萬賣一些 那你說這個 假如說最後的最終高點 是在26萬這個地方好了 那你說你有可能在26萬這裡 全倉的賣出嗎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但是我們在投資上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大概率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算從13萬以上開始 DCA賣出 到最後的賣出的價錢可能是26萬 那我們就說平均的賣價落在18萬好了 如果你平均的賣價落在18萬 然後比特幣進入了下一波的熊市 進入熊市之後最後可能回調到5、6萬的位置 可能回調到7、8萬的位置 那7、8萬或者是5、6萬對於18萬的平均賣價來說 還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節目的重點要陳述的東西 就是在投資場面絕對不能貪 不管是價錢帶動的投降性拋售 或者是時間帶動的投降性拋售 我個人認為時間性帶動的投降式拋售 是比較難熬的 但是對於真正長期的投資者而言 時間性的投降性拋售 你才會擁有囤積資產的機會 如果只是價錢的投降性拋售的話 你要在相對的低點購買到比特幣 機率來說是相對來說比較低一些 OK 那我們在進入新聞之前 先來看一下比特幣的走勢 比特幣在49,000多 就是上週日的時候達到49,000多 在3天之後是迎來一波27%的反彈 反彈到最高的位置是62,000多的位置 在上一週週末的時候 我就有發文表示說CME的期貨缺口 被填補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聊完這件事之後 隔天馬上就是填補了缺口 填補缺口之後 同時碰到200天均線 跟牛市支撐線的重大阻礙 這兩個長期的指標 雖然說是牛市支撐線 但是如果我們在下方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個阻礙 在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到 比特幣在這個地方 觸碰到200天均線之後 當天是收在下面的位置 碰到牛市支撐線 也是碰了一下之後 就收在下面的位置 現在看起來過去的一個小時 是迎來一波相對程度 比較大一點點的回調 最低的地方 是已經跌到了58,000多左右的位置了 那關於這次的反彈 我在上週的節目就有跟大家說 如果沒有突破 62,000多 63,000多 收周線在牛市支撐線 跟200天均線以上的話 它只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反彈而已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這一波比特幣的反彈 就到達62,800多的位置 就很明顯遇到一些阻礙 現在這個反彈 已經算是一個合格的反彈了 那我相信大部分觀眾朋友 應該都在想說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曖昧的揣測 這個比特幣接下來 可能會是一個慢慢橫盤整理 然後往下回調這樣的一個走勢 然後在53,000到51,000這個區間 得到一個支撐 然後再開始往上漲 你說有可能跌破49,000多 就是上週日的這個低點嗎 我認為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大概率的事情 會在這邊創建出一個higher low 就是更高的低點 那這個點位可能會在54,000或55,000之間 那可能往下插針到51,000到53,000這個區間 但是最後應該收日線 都會收在55,000、56,000這個附近 那如果你今天比特幣 在上一次的回調 沒有買到或是沒有買夠的觀眾朋友 我覺得可以在58,000、6,000這邊 就已經可以開始DCA了 那如果它往下去到55,000、53,000、51,000的話 就等於是再次給我們一個更好的機會 但是我給大家建議 是不要太貪 因為比特幣要跌穿49,000的 之前這個低點的機率來講 是相對來說非常非常低 那在這週三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7月的通膨數據 那雖然說在這幾個月的通膨數據 公佈的當下市場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但是這一次 因為大家在炒這個衰退的風險 所以週三這個CPI通膨數據 就會變得我認為 比前幾次要來的重要一些 那目前預估的通膨數據是3% 如果到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2.9 2.8的話 那我相信比特幣應該就會反彈 但在週三之前還有三天的時間 所以比特幣有可能在這幾天的時間 橫盤整理往下 然後最後到55,000、56,000這個地方 如果CPI數據好的話 就會在這邊迎來一波反彈 然後反彈之後能不能突破牛市支撐線 跟200天均線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 持續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這個CPI通膨數據 這個比較差的話 就是比預期當中差的話 那我認為就可能會下去 插針到51,000到53,000的區間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個市場的走勢 這個短期還是稍微來說 比較bearish 就比較看雄一些 但這次回調 我在週末直播有跟大家說 可能是這一輪比特幣大牛市 正式開啟前最後一次 這個最好的上車機會 所以如果比特幣下去回調 到一個更低的位置的話 建議大家好好把握這次的機會 OK 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需要跟大家聊的是 MicroStrategy採用比特幣策略 到今天已經4年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過去4年裡面 MicroStrategy採取比特幣的策略 這個是賺了多少錢 第一次MicroStrategy購買比特幣 是在2020年的8月10號 離現在就是4年前的事情 MicroStrategy當時成為了 第一家Public trading company 就是上市上櫃的公司 把比特幣作為他們的儲備資產 4年過去之後 MicroStrategy目前一共囤積了 226500克的比特幣 等值是13.771個Billion 那他們的平均購價 是落在37000塊 那比特幣現在的價錢 是在6萬左右 所以MicroStrategy在比特幣的策略上 在4年裡面已經盈利了 5.39個Billion 那我們來看一下 MicroStrategy它的購買圖吧 那任何一個綠色的點 就是MicroStrategy購買 比特幣的點位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MicroStrategy他們採用的 就是被動DCA的策略 那不管比特幣的價錢是往上漲還是往下跌 他們購買的頻率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也可以看到 他們並沒有在比特幣暴漲的時候就不買 那在暴跌的時候也沒有不買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是定期定額的投資在比特幣上面 那比特幣就算最近幾個月漲到7萬多 他們也依然是在持續的把美金轉成比特幣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沒有技術分析背景 然後對於市場的波動比較沒有辦法承擔的話 採用一個類似MicroStrategy這樣的策略 就是被動DCA比特幣的策略 我認為長期能賺錢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這樣的一個策略的缺點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無聊 就基本上就是到達你該買的時候就買 不管這個比特幣價錢是多少都買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99.99999%的人 應該都沒有MicroStrategy聰明吧 所以今天為什麼MicroStrategy採用這樣的策略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關於這個MicroStrategy的表現 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到 這個自從2020年的8月到現在 MicroStrategy的股票已經漲了1000% 就翻了10倍了 那在這段時間裡 這個1000%表現是比S&P500的大盤指數要好的 16.25倍 那同時眾多投資者都把它當成神的 巴菲特股票 Berkshire Hathaway 在這段時間裡面是擁有一個 104.75%的投資報酬率 那這個104.75%也是非常非常好 一年平均大概是有26%左右 但是MicroStrategy平均一年是擁有250%的投資報酬率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但是這個巨大投資報酬率帶來的缺點 就是你必須要有辦法承擔市場的波動 就是比特幣市場的波動是相對來說比較大的 從高點跌到低點跌了77% 然後現在再漲回來 雖然說它漲的也是比較猛 但是這個波動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承擔的 所以今天你要購買S&P500 還是要購買巴菲特的Berkshire Hathaway 或者是購買比特幣以太幣 或者其他加密貨幣 你在投資之前就要先評估一下 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 跟風險的控管能力 下期我要跟大家聊的是Tether在週末的時候 命出了1.3 billion的USDT 這件事情代表是不是比特幣將會在短期 去到一個更高的地方 這篇文章的頭條是講說 比特幣有可能反彈到6萬5千塊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選擇6萬5千塊 因為6萬5千塊對我而言 我認為不是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但是沒關係我們往下看一下這篇報導是這麼說的 在週末的時候Tether印出了1.3 billion等值的USDT 大部分這些USDT都被轉到了中心化的交易所 像是Quaken Coinbase 還有OKX 往往有穩定幣被命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說要去市場裡面購買加密貨幣 所以很多人在揣測說 加密貨幣市場會不會在短期得到一個回暖 這件事情當然隨時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但是我相信在最後一波爆拉之前 應該還是會下去再次洗盤一次 至於這個會洗到哪裡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曖昧揣測過 我認為不會跌去之前上週創建出的 低點四萬九千多的位置 大概率會在五萬一到五萬三就得到一個反彈 但是透過Tether印出1.3 billion等值的加密貨幣 就代表說這個市場上還是會隨時出現一股 很暴力的買壓 所以在這邊再次提醒大家 在投資市場裡面絕對不要攤 如果你在投資場裡面攤的話 賺錢的機率就是會變小很多 下一個訊號剛剛聊的是關於SALANA上的一個銘幣 這個銘幣的名字叫做RTR RTR就Stands for Restore the Republic 這個幣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幣出來之後很多人就在說 這個有可能會成為川普的Official Crypto 就是他的官方的加密貨幣 在週末的時候川普的兒子跑出來表示說 這個並不是川普的官方加密貨幣 在這件事情一發生之後 這個幣價就直接跌了95% 在跌95%之前 他卻擁有一個155M 就是1.55億美金的市值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驚人 然後我在這邊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這種RockPool的銘幣 很多都是來自SALANA的鏈 雖然說跟SALANA的鏈本身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我認為最近炒的銘幣 然後這種RockPool的銘幣 很多都是來自SAL的鏈 有可能是在SAL上比較好開創一個銘幣 或者是在SAL上交易費便宜的關係 交易速度快的關係 大家都會選擇使用SAL來創建他們銘幣 所以下一次你要投資在銘幣上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不然的話你就非常有可能落入這種陷阱 那你購買它之後 如果在幾小時內 這個暴跌95%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今天作者先要跟他聊的是Santa Monica 加州的Santa Monica 離我住的地方 其實大概就是50幾分鐘的車程 所以對我來講是Local就蠻近的 我從來到加州到現在 去過Santa Monica不少次 今天要跟他聊的東西 就是Santa Monica這個城市 將會在10月的時候 舉辦一個比特幣相關的Festival 就是一個慶祝會之類的東西 這個慶祝會是由Santa Monica的一個基金會 叫做Proof of Workforce Foundation 創辦出來的 這個Foundation主要是由一些救火員 還有一些官方的人 一起創建出來的一個非營利組織 這個活動在7月11號的時候 在Santa Monica City Council 是無條件的被通過了 這個發生的日期會落在 今年的10月18號 會在Santa Monica的港口上發生 Festival會提供一些音樂、食物 還有教你比特幣是如何運行的這件事情 然後同時Santa Monica城市 也會開創一個比特幣的Office 就是一個比特幣的辦公室 透過這個辦公室 大家可以進到裡面 然後去對於比特幣跟加密貨幣 還有去中心化得到更多的知識 那從這點就可以看到 Santa Monica對於比特幣 還有加密貨幣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在10月18號這一天 如果我有空的話 我也會去Santa Monica這個活動上看一看 可能可以跟大家拍一個Vlog 聊聊這個活動 到底在講些什麼東西 或者有怎麼樣的人出現吧 那今天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還有一個 Costa Veriton The strategy we choose Investing smartly We can't afford to lose Cold storage is the way Keeping assets safe Locking up our coins In this crypto chase So remember my friend It's not just about games Mindset is crucial To conquer all pain Stay strong and focused Through markets darkest night Believe in your dreams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 Costa Veriton